这次我妈住院彻底让我明白了健康的重要性 人家都说人到中年最怕半夜接到家里的电话 以前可能对这句话还没有什么理解 经历了这次呢 让我也是理解到了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不是说作为子女照顾父母有多么的辛苦 而是说真的希望他们能健康快乐的 度过晚年生活少受病痛的折磨 这两天刚好在医院 今天早上准备带我爸也去检查一下 做个体检 早上没让他喝水 也没让他吃饭 身体好多的补充检查 刚好在医院里嘛 你下次过来的话还得专门坐车打老远的跑过来 这次在医院里顺便都去看一哈检查一下 走 爸 你以前检查过身体吧 没检查过 之前没检查过 从来都没有检查过 长这么大没检查过身体 我爸身体一直都挺好的 所以父母们就是这样 如果说平时身体还不错的话 从来都没有想过去医院做个体检什么的 农村的父母呢 他们就算身体出了一点小毛病呀 不舒服 平时也都会 熬一熬扛过去 或者是吃点别的药凑回一下 都不会想着说来医院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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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 茶走替身功能损伤了人家味道白蛋白 刚刚咨询了一下医生人家给开了一个单子 总共检查14箱基本上就把你身体的主要的一些功能啊 主要的器官呀也都检查完了 心电图 心脏什么甲状腺呀 肝胆一批肺都可以检查到 我审个呢 我审个呢 你手机里还有一千的 一样的 你手机里还有一千的 把你手机上的千六了 给你省到以后好花的 哈哈哈 在这踩个鞋 来了 都不在 来了 来了 去吃了个饭 早上给爸检查怎么样 都检查完了 但是结果还没有出来呢 还得等一会 啥时候出结果 人家说是下个礼拜一才出来了 走 那行上去吧 行你买了啥呀 我过去买了两个水杯子 我看我爸不是在医院里面喝水用那个一次性杯子喝吗 以前要用好多个 而且医院里面 这家病房里面住的人多 用了一次杯子感觉不卫生 我就买了两个 玻璃的 玻璃杯 给爸一个我也一个 行走 能喝水也能喝茶 走 走 给你买了个水杯 玻璃杯 你看 你拿这个杯子泡里面人多 不卫生 你要是买紫杯子到吗 你这杯子每天都用好几个紫杯子 而且里面人多 你不卫生嘛 你拿这个 这个长期都能用 嗯 这还有盖子 有盖子 你今天喝了你 喝了几年都能用上 我都用这个 你直接用这个 亏气还没用 退了 退了干啥 都买都买了 人家能退吗 放着用的 好的 你买都买了 爸还让我拿去退了 这个是我爸 我妈住院的时候 你跟我妈买到 十几块钱 才十几块钱 十几块钱 那么便宜 这个好 这个五十块钱 今天早上又给我妈抽了一次血 然后下午检查结果也出来了 刚刚去咨询了一下医生 医生说 恢复情况还挺好的 后面也没有住院的必要了 就在家观察就好了 明天可以办理出院